歡迎大家收看香港幫忙Ryneup 我是阿楓 今天Ryan也在 大家好 我是Ryan 想說回這兩天都進行了足中杯初賽的賽事 都是閉門賽賽形式在將軍澳運動場進行 昨天打了一場初賽流浪對東方 其實比數正正反映了流浪的後防 遠遠都不能夠抗衡東方強大的火力 但是流浪的進攻威力仍然存在 巴薪、史丹芬環的攻擊群都是發揮他的作用 昨天的總結就是這樣 東方的後防 不好意思 流浪的後防 是遠遠頂不住東方的火力 這樣就形成了這麼大的比數 但是東方的後防我覺得也要檢討一下 對流浪的失良球 防守能力依然是有些隱誘在 如果在聯賽爭取更好的排名 或者足中杯往後要爭取亞洲賽之久 都是要留意一下Ryan 是不是 對 這是要的 因為足中杯這個月逼在微節 就是你下一場開始前 下一場很快就開始了 八強 那就要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不能輸 足中杯對東方一定要爭贏 這是一個保障 如果你連賽冠軍都不行的時候 就要靠這個途徑 就是欠亞洲賽的資格 對 至少有亞貼打先 欠到那個資格 雖然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亞冠打 因為香港現在亞洲排名已經跌到第十二了 那就再看吧 那另一場球是大埔對李文 那這場我們講多些 因為這場值得講多些 因為比數比較接近 那這場我覺得大埔的進攻 方向上是做得不錯的 孫敏謙右邊 金銀記打中間 金城龍在左邊 負責插右派一下牌 攻中有這個中村有人 那陸之豪再拍杜杜杜那些都OK的 整個方向十一人 但是唐刀逼打中堅 這裏有一點點問題 那就繼續是計時炸彈 在後防一些犯錯 那左閘方面現在雲尼亞斯 那雲尼亞斯其實我覺得 在左閘的表現挺平穩 還有都上來做工有一點幫到手 但是就浪費了外門 就是左閘要去打的話 就外門位浪費了在左閘那裏 因為我覺得有些不太值得 如果要外門位用在左閘那裏 對大埔來說 因為大埔整隊球的能力 不是那麼高 那Ryan 怎麼看呢 這個呢 終於找到一個位置 可以適合雲尼亞斯去打 但是也換來一個 究竟值不值得的代價 的確是浪費了一個名額上面 希望這方面 大埔來簡 現在的人腳都定局 除非他再簽一些自由新的球員回來 否則 接下來那個部署 其實吸取今季經驗之後 之後那個組軍的方針 可以早些準備 準備得充分一點 那關於這個外門位方面 其實大埔 他見他找金城龍回來 當然是找對人 但是要注意時間的方面 就是要足夠時間 讓球員融合的體系也很重要 那另一件事我想說 金銀基今天打正中間 但是他之前是打邊多些 我覺得正中間就適合他多些 看起來就 因為他體能很差 首先 那在中間的活動範圍 小一點 如果他打中間的話 那就未必要這麼多爆破 對他來說可能是好事 還有他停球能力 那些都OK 還有埋門都有一定的把握能力 第一球你看到開球 一分鐘未夠入球 又看到他走位那些 挺成熟的 我覺得 放回到正中間 有度再叫金城龍打邊 左一點也很合理 因為金城龍之前打開逆風 金銀基的體能夠的辦法 我覺得 可能是解決了失去入中間 那我們講完大埔這邊 就講一下李文 李文方面 我覺得 今天中場的球員狀態一般 拿風其實 都是一般 但是 阿哥斯達的狀態 比之前更差 其實李文的組織方面 就不是組織得很好 我覺得 首先下雨有少少少影響 但是 阿哥斯達的狀態 很明顯 不是很舊 我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李文好像 就太依賴 個別愛媛球員進攻 如果一兩個愛媛球員 啞火 現在整隊 進攻沒有了火力 那Ryan怎麼看呢 這個問題就是 原於本來李文 是一個以磨刀霍霍的姿態 準備二月初 是踢銀牌的決賽 但是誰知道 一下子就變成一個 在訓練中心那裡 閉門打一個青銀杯 那那個訓練又要再重新 幫助 本來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 打這個決賽 就是慢慢 其實李文 就是陳英明的原意 是想 操縱到這個狀態 去到最高峰 去踢這場銀牌決賽 誰知道現在一切又要再改變 那 就變成 有些球員狀態不好的情況 就突顯到李文這個局限 就是阿哥斯達這個 如果他狀態不好 或者甚至有傷不出的時候 那 這方面就要好好考慮 Pan B 他怎樣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因為那個中場的組織能力 就如果在阿哥斯達決賽 說他狀態不好的話 一定是有影響 因為只有他一個 可以做到派牌 這個角色 以及串連在中前場的進攻 所以可能要想一下 一些究竟我用速度 彌補不足 即是打加強那個邊路去進攻 還是在其他方面再配合我 上次梁家衡出了十幾分鐘 今次又出夠二十分鐘 那就似乎曉明數 繼續給機會去慢慢重修的狀態 那 最後就趕一趕回大埔 就是大埔那個球員紀律 都是繼續有問題的 之前金銀記拿了紅牌 那現在 麥寶尾又拿紅牌 那我覺得大埔要稍微留意 少少這件事情 那最後六平中 就撲了兩球十二碼 那就幫大埔進級 最後就去到十二碼階段 那我覺得六平中 即是今次的後備出來 又幫到球隊 我覺得六平中今季 即是水平都好過之前 狀態 雖然傷了很久 但信心都還在 我覺得六平中如果繼續成長 會是香港其中一個一線球員 可以說一線龍門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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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六平中 是的 經過這次來說 他也拘捕了前兆芯 另一位龍門 照受過問 因為覺得前兆芯的功力很大 這方面做得很得體 即是自己的不居公智慧 證明了他也是成熟 比之前更加更加的成熟 即是對於大埔和香港隊之福 好了 說到香港隊 我們說回香港隊的新聞 香港隊六月的時候 暫時不知道會不會有世界杯外賽 因為現在亞洲集結 應該會宣布 全部賽事押後到10月 但是正式的賽程是未公布出來 因為暫時不知道疫情會去到什麼時候 那六月如果沒有國際賽的話 這個主教練麥帕倫 就跟全部說 不是宣布 那就說 可能六月至少要安排到集訓 如果有幸安排到友誼賽 就會安排到友誼賽主場 或者座客都可能會 我覺得合理的 因為首先 如果六月 現在三月肯定沒有這個 社加坡外圍賽 首先 港隊都座下不了伊朗 伊朗爆發疫情 基本上整個亞洲都爆發疫情 甚至現在意大利耳甲 都有機會腰斬 因為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AKA這個武漢肺炎的問題 那我覺得 那球員這麼久沒有國際賽 你六月的時候安排一些集訓 或者邀請一些小球隊 來給港隊練習一下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首先有新的球員 要再磨合 其實港隊跟麥帕倫 都不是踢過很多場比賽 雖然 他上任了差不多一年 但是 基本上踢的比賽 都是 對伊朗對伊拉克的 都是主要主手的比賽 我覺得 我覺得未真正踢到麥帕倫 有些風格出來的 可能 如果 給兩三場的有儀賽 去試一下 我覺得 未嘗不幸 一定是好事 因為他現在繼續留任 Ryne 怎樣看 這個舉措 見到麥帕倫 都是有自己承擔的一個格位 自己主動提出的就是 未來六月的安排 即使最終安排不了 由二賽 因為疫情也不知道 影響會發展成怎樣 但是這個教練做了自己應有的部分 在這件事上 麥帕倫這件事 我覺得是做得好 在理想 他有一個計劃去怎樣應付 這次疫情的轉變 以及備戰 他也不是就這樣坐以待斃 不過公道一點 也要說回麥帕倫之前 我們雖然說他太保守了 但當然是因為 其實都是沒有時間調校對比賽 因為基本上台灣那場有儀賽之後 就用了帶對比賽去踢外圍賽 我覺得現在給一些機會去調節一下 如果之後都是沒有什麼成績再說 即現在去續約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 始終都對伊朗依賴克這些球隊 很難說要有什麼成績 講完香港 剛才講過麥帕倫第一場是輸給台灣 我們講一講台灣 台灣聯賽 有香港球員過去踢的之前 但是現在就 邁向職業化 基本上現在台企甲有8隊 現在宣布會有第二級聯賽 但是今屆只有4隊 因為只有4隊補兵三賽 他的新制度就是 第一個聯賽有8隊 然後第二個聯賽有多少隊 報名有多少隊 會打三輪循環 然後冠軍組就繼續爭 第七名就會跟下面的第二名 打一個席位戰 即是爭哪一隊有下跪的台企甲席位 或者第8隊會直接降班 而台企甲下面的聯賽第一位 就會直接升班 我覺得對台灣足球來說是好事 有一個穩定的制度 但是做不做到就是另一回事 因為你知道香港會突然沒有球隊 台灣職業足球還沒有穩定之前 我覺得都有機會沒有球隊 那Ryan 怎樣看 這是正正反映的台灣這邊 對於這個聯賽邁向職業化 是下踏出重要一步 亦都是當中很大的決心 就是希望台灣的足球 就取得巨大的進步 亦都仿效這個德甲的制度 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你始終剛剛成立這個新制度 如果那個升降制 你都要有些位置 譬如說我給了機會 這隊留級 亦都令到 究竟是台企甲 最後一隊的實力 究竟接下來會不會 跟這個 就是他越早那隊的第二名的實力 究竟那個距離有多少 還是接下來的趨勢 是會由軟拉近呢 其實對於競爭來說是好事 不過還有一些問題 第一就是 人工依然高 都未必吸引到球員 做全職球員 現在八隊裡面 有三四隊 會有全職球員提供 但是 會不會有很多球員接受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問題 那 Brian對這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看法 這個就是在法治聯賽 一個必經的階段 你很難說一下子 把你本身的待遇大幅提升 如果突然間 你真的有一大群金主 我對台企甲很有信心 作出一個很大的投資 也好 但是當中 還有很多其他 不是金錢的問題 我們需要解決 包括足夠 據職業球員質素 台灣本土更加少 比香港更少 這件事要解決 以及會不會即使出現這個情況 吸引到有老闆也好 究竟會不會有老闆干預這個運作 當然不可以一下子操之過急 令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 其實近年 譬如說上季的魚 這個是我們香港的港甲 香港第二級聯賽 但已經是一個本身的鹽魚聯賽 其實近這兩季 就是魚丸和今季的進鋒 其實他們都是邁向這個職業化 做了一個大頭的作用 其實在台灣這邊 實施了這個安排之前 其實香港的球會 或者香港這個球圈 也都要好好 有一個警惕 慎防台灣聯賽的水平 會追貼這個香港 第二個問題就是 聯賽在大學校隊裡面 我覺得 你要發展聯賽 就不應該容許有大學校隊在裡面 因為這12隊裡面 還有兩隊大學校隊 我覺得 有一點點問題 如果一個職業的聯賽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大學校隊 這個就要再考慮 第三件事就是 外援名額沒有限制 紅獅方面 剛剛確定留在台企甲 即是打完那個資格賽 剛才提及的資格賽 基本上 二十幾個球員 有十七十八個都外籍球員 對聯賽未必是健康 如果你想賣向職業化的話 即是有日本球員 有法國球員 我看到他們簽的 我覺得整隊都是球員 那Ryan有什麼特別看法 嗯 令我想起這個 譬如說 如果他沒有外門限制的話 其實會有機會 你一隊簽完外門的話 如果你想在台灣有意 想做一個職業球員的一些人 一些年輕人的小將 即是會影響他們的發展機會 這個反而需要留意 可能初頭台灣聯賽職業化 會面對我不夠球員的問題 但一方面不夠球員 但其實在這個清分 你可以打過基礎 再穩固一些時候 起碼如果你制定了外門限制 其實令到年輕一班 或者球員本身覺得 其實本地的人 是有機會力增上游 有機會進一步發展 我對外門限制 我覺得是需要辭職下壓 那台灣先講到這裏 之前見過台企交友 香港球員過去踢 看看今屆會不會之後 開踢的時候 會不會有球隊有香港球員 最後再一次 跟六平中 讚賞 高魯爾上身 可以說 繼續加油 最後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 拜拜